晚上,洪剑回来,说明钟的历史,柔家说,真是仿佛三代传家之宝,咦,怎么还是七点钟?洪剑告诉他每点钟走满七分钟的事实。 柔家笑道,照这样说,恐怕他短针指的七点钟还是昨天甚至前天的七点钟,要他有什么用? 他又说,洪剑生气的时候拉长了脸,跟这只钟的轮廓很相像。 洪剑这两天伤风,嗓子给弹塞了。 柔家拍手道,我发现你说话以前嗓子里稀里糊涂,跟他打的时候发条转动的声音非常之像。 你是这只钟变出来的妖精,两人有说有笑,仿佛世界上没有夫妇反目这一回事。 一个星期六下午,二奶奶三奶奶同来做首次拜访,洪剑在报馆里没回来。 柔家忙做茶买点心款待,还说,为什么两个孩子不带来,回头买点糖果回去给他们吃。 三奶奶道,阿兄吵着要跟我来,我怕他来闯阔,没带他。 二奶奶道,我对阿兄说,大娘的房子干净,不必在家里可以随地撒尿,打不过要打的。 柔家不诚实道,哪里的话,很好带他来。 三奶奶觉得儿子失了面子,报复说,我们的阿兄是没有灵性的,阿愁比他大不了几岁,就很有心思。 别以为他是个孩子,譬如他那一次弄脏了你的衣服,吃了一顿打,从此他记在心里不敢跟你胡闹。 两人为了儿子暂时分裂,顷客又合起来,同声羡慕柔家小家庭的叔父,说他好福气。 三奶奶怨慕地说,不知道何年何月,我们也能够分出来独立文户呢。 当然,现在住在一起,我也沾了二姐姐不少光。 二奶奶道,他们方家只有一所房子跟人家交换,我们是轮不到的。 柔家盲说,我也很愿意住在大家庭里,是省开销省,自开门户有自开门户的麻烦,柴米油盐啦,水电啦,全要自己管。 洪建又没有二弟三弟能干。 二奶奶道,对了,我不像三妹,我知道自己是个饭桶,要自开门户开不起来,还是混在大家庭里过糊涂日子吧。 像你这样粗粗细细,内内外外全行,又有靠得住的佣人,大哥又会赚钱,我们要跟你比差得太远啦。 柔家怕他们回去搬嘴,不敢太针锋相对。 他们把两间房里的器具细看,问了价钱,同声推遵柔家能干精明,会买东西。 不过,时时穿插说,我在什么地方也看见这样一张桌子或椅子,价钱好像便宜些,可惜我没有买。 三奶奶问柔家道,你有没有割箱子的房间? 柔家道,没有。 我的箱子不多,全割在卧室里。 二奶奶道,上海的弄堂房子太小,就有割箱子的房间,也割不下多少箱子。 我嫁到方家的时候,新房背后算有个后房。 我陪嫁的箱子啦,盆啦,桶啦,桌面啦,怎么也放不下,弄得新房里都割满了,看了真不痛快。 三奶奶道,我还不是跟你一样,死日本人把我们这些东西全抢光,想起来真伤心,现在要一件没一件,都要重新买。 我的皮肤就七八套了,从珍珠皮旗袍到灰背外套,都全的,现在自己倒霉的穿。 二奶奶也开了自己嫁妆的虚账,还说,倒是大姐姐这样好,外国在打仗了,上海还不知道怎么样,说不定咱们再逃一次难,东西多了,到时候带又带不走,丢了又舍不得。 三妹,你还有点东西,我是什么都没有,走了光深,倒也干脆,咱们该回去了。 柔家才明白,他们俩来调查自己陪嫁的,气愤得晚饭,都没胃口吃。 洪剑回家,瞧他爱理不理,打句他道,今天在办公室碰了姑母的钉子是不是? 他翻脸道,我正发火呢,开什么玩笑,我家里一切人对我好好的,只有你们家里的人上门来给我气受。 洪剑发慌,向莫菲母亲来教训他一顿,上次母亲讲的话,自己都瞒他的,忙说,谁呢? 柔家道,还有谁,你那两位宝贝弟媳妇。 洪剑连说,讨厌,放了心,柔家道,这是你的房子,你家的人当然可以直出直进,我一点主权没有的。 我又不是你家里的人,没年走就算运气了。 洪剑拍他头道,就话别再提了,那句话算我说错。 你告诉我,他们怎么欺负你,我看你也厉害得很,是不是一个人打不过他们两个人? 柔家道,我厉害,没有你方家的人厉害,全是三头六臂,比人家多个心,心里多几个窍,肠子都打结的。 我睡着做梦给他们杀了,煮了吃了,我梦还不醒呢? 洪剑笑道,何至于此,不过你睡得誓死,我报告回来迟一点叫你都叫不醒的。 柔家板脸道,你扯淡,我就不理你。 洪剑道歉,问清楚了缘故,发狠道,假如我那时候在家,我真要不客气,揭破他们,他们有什么东西陪过来,对你吹牛? 柔家道,这道不能冤枉他们,他们嫁过来,你已经出洋了,你又没瞧见他们的排场。 洪剑道,我虽然当时不在场,他们的家境我很熟悉。 老二的丈人家尤其穷,我在大学的时候,就想送女儿过门,倒是父亲反对早婚,这事儿谈了一阵,又一隔好几年。 柔家叹气道,也算我倒霉,现在逼得和他们这种人姐妹相称,还要受他们的作茧。 他们看了家具,话里隐隐然,咱们买贵了,他们一对能干奶奶,又对我关切,为什么不早来帮我买啊? 洪剑急问,那一间的器具,你也说是买的没有? 柔家道,我说了? 为什么? 洪剑拍自己的后脑道,糟糕,糟透了,我懊悔那天没告诉你,就把方老太太问丈人家送些什么的事说出来。 柔家也跳脚道,你为什么不早说,我还有脸到你家去做人吗? 他们回去准一五一十,搬随对是非,连姑母送的家具都以为是咱们自己买的。 你这人太糊涂,撒了谎,当然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,从结婚那一回是起,你总喜欢自作聪明,结果无不弄巧成拙。 洪剑自知里驱,又不服骂,申辩说,我撒这个谎也出于好意,我后来没告诉你,只怕你知道了生气。 柔家道,不错,我知道了很生气,谢谢你一片好意,撒谎替我娘家争面子,你应当老是对你妈说,这是我预知了厂里的薪水买的。 我们孙家穷,家女儿没有什么东西给她,你们方家为儿子娶媳妇花了贫金没有?给了儿子媳妇东西没有? 吓,这两间房子还是咱们出租金的,哦,我忘了,还有这只钟,她瞧洪剑的脸拉长,给她一面镜子,你自己瞧瞧,不像钟吗?我一点没有说错,洪剑忍不住笑了。 这许多不如意的小事,是柔家怕到婆家去,她常楷叹说,咱们还没跟他们住在一起,已经惹了多少口舌。 要过大家庭生活,需要训练的,只要看你两位弟父训练的多少头肩、眼快、嘴利,我真斗不过他们,也没有心思跟他们斗,让他们去做孝顺媳妇吧。 我只奇怪,你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,怎么家里这种诡计暗算全部知道? 洪剑道,这些事没结婚的男人不会知道,要结了婚,眼睛才张开。 我有时想,家里真跟三女大学一样,是个屎肥窝。 假使我结了婚几年,然后到三女大学去,也许训练有素,感觉灵敏些,不至于给人家暗算了。 柔家忙说,这些话,说她干嘛? 假如你早结了婚,我也不会嫁给你了,除非你起了我懊悔。 空间心情不好,没情绪来迎合柔家,只自言自语道,造谣学校全是造谣学校,家庭罢,学校罢,彼此彼此。 他们俩虽然把家里当作造谣学校,逃学可不容易。 顿梦那天,再终来,交给儿子一张祖先继承单,标榻牌声,街上的木鸡声吵得没睡熟。 还觉得恶心要吐,靠在沙发里,说今天不想出去了。 洪剑发急,劝她勉强振作一下,别辜负心眉的圣意。 她叫洪剑一个人去,还说,你们两个人有话说,我又插不进嘴,在旁边做傻子。 她没有请旁的女客,今天多我一个人,少我一个人,全无关系。 告诉你爸,她请客的管子准阔得很,我衣服都没有,去了丢脸。 洪剑道,我不知道你那么虚荣,那件花头的旗袍还可以穿。 孙小姐笑道,我还没花你的钱做衣服,已经挨你骂虚荣了,将来好好的要你替我付裁缝账呢。 那件旗袍太老实了,我到旅馆来的时候,一路上看见街上女人的旗袍,袖口跟下肩又短了许多,我白皮鞋也没有,这时候去买一双,我又怕冻,胃里还不舒服得很。 欣梅来了,知道孙小姐有病,忙着吃饭改期,她不许,应要他们两人出去吃。 欣梅释然道,方,呃,孙小姐,你真好,将来一定是大贤大德的好太太,换了旁的女人,要把洪剑看守得牢牢的,绝不让她行动自由。 洪剑,你暂时舍得下她吗? 老实说,别背后怨我老赵,把你们俩分开。 洪剑恳求地望着孙小姐道,你真不需要我陪你。 孙小姐瞧她的神情,强笑道,你尽管去,我又不生什么大病。 赵先生,我真抱歉。 欣梅道,哪里的话,今天我是需要等你身体恢复了,过天好好的请你,那么我带她走了。 一个半钟头以后,我把她送回来,缘无奉还,绝无损失。 洪剑,走。 不对,你们也许还有个情人分别的简单仪式,我先在电梯边等你啊。 洪剑拉她走,说,别胡闹。 好,欣梅在美国大学政治系当学生的时候,旁听过一门外交心理学的功课,那位先生坐过好几任公使馆参赞。 科长上说,美国人办交涉请吃饭,一坐下去,菜还没上,就开门见山,谈正经。 欧洲人吃饭时只谈不相干的废话,到吃完饭和咖啡才言归正传。 她问欣梅,中国人怎样? 欣梅傻笑,回答不来。 欣梅也有正经话跟洪剑讲,可是今天的饭是两个好朋友的欢句,假使把正经话留在席上讲,傻尽了风景。 她出了旅馆,说,你有大半年没吃西菜了,我请你吃奥国馆子,路不算远,时间还早,咱们慢慢走去,可以多谈几句。 洪剑只说出,其实你何必破费,正在说,你气色比那时候更好了,是要做官的。 欣梅可声干凑,目不斜视说,你们为什么不结了婚在旅行? 洪剑忽然想起一路驻旅馆,都是用方先生与夫人的名义。 今天下了飞机,头晕脑胀,没理会到这一点。 只私信,欣梅在走路,不会看见自己发烧的脸。 忙说,我也这样要求过,他死不肯,一定要回上海结婚。 说他父亲,那么你太reek。 欣梅自以为这个英文字欠得非常妙,不愧外交辞令。 假使洪剑跟孙小姐并无关系,这个字就说,他拿不定主意结婚与否,全听他摆布。 假使他们俩不出自己所料,太不够坚强,给肉欲摆布。 这个字不用说,是含蓄混成,最好没有了。 红剑像一判罪的犯人,无从抵赖,索性死了心,让脸稳定的去红吧。 聂如道,我也在后悔,不过反正总要回家的,礼节手续麻烦得很,交给家里去办吧。 孙小姐是不是呕吐,吃不下东西。 红剑听他说话,转换方向,又放了心,说,是啊,今天飞机震荡得厉害,不过我这时候倒全好了,也许他累了,今天起得太早,昨天晚上我们两人的东西都是塌里的。 新美,你记得吗,那一次在汪家吃饭,范易造他谣言,说他不会收拾东西。 飞机震荡也应该过了。 去年我们同路走,汽车那样颠簸,他从没吐过,也许有旁的原因吧。 我听说要吐的,跟着一句又轻又快的话,当然我并没有经验,毫无幽默地强笑一声。 红剑没料到心霉,又回到那个问题,仿佛躲空袭的人以为飞机去远了,不料已经转到头上,轰隆隆头淡,吓得忘了羞愤。 只说,那不会,那不会,同时心里害怕,知道那很会。 新美咀嚼着烟斗禀道, 红剑,我和你是好朋友,我虽然不是孙小姐法律上的保护人,总算受了她父亲的委托。 我劝你们两位赶快用最简单的手续结婚,不必到上海举行仪式,反正你们的船票要一个星期以后才买得到。 索性多住四五天,就算度蜜月,成更下一条船回去。 旁的不说,回家结婚,免不了许多亲戚朋友来吃喜酒,这比开销就不小。 孙家的近况我知道的,你老太爷手里也未必宽裕,可省为什么不省? 何必要他们主办你们的婚事? 除掉经济的理由以外,他还例举其他厉害,证明结婚愉快愉妙。 红剑给他说得服服帖帖,仿佛一重难关打破了,说,回头,我把这个意思对楼家说,费你兴大听一下,这儿有没有注册结婚,手续烦不烦? 心没自觉,使命完成,非常高兴,吃饭时他要了一瓶酒说, 记得那一次你给我灌醉的事吗? 今天灌醉的你对不住孙小姐。 他问了许多学校里的事,贪口气道,好比做了一场噩梦。 他怎么样? 红剑道,谁? 王太太,听说他病好了,我没到王家去过。 心没道,他也真可怜。 瞧见红剑脸上酝酿着笑容,忙说,我觉得谁都可怜。 王楚后也可怜,我也可怜,孙小姐也可怜,你也可怜。 红剑大笑道,王氏夫妇可怜,这道理我明白。 他们的婚姻不会到头的,除非王楚后快死,准闹离婚。 你有什么可怜? 家里有钱,本身做事很得意。 不结婚是你自己不好,别说反意,就是汪太太。 心没喝了酒,脸红一到极点,听了这话,并不更红,只眼镜躲闪似的,眨了一眨。 好,我不说下去。 我试了夜,当人可怜。 孙小姐可怜,是不是因为她错配了我? 心没道,不是不是,你不懂。 红剑道,你何妨说? 心没道,我不说。 红剑道,我想你心经有了女朋友了。 心没道,这是什么意思? 红剑道,因为你说话全是小妞撒娇的作风,准是受了什么人的熏陶。 心没道,混账。 那么,我就说了啊,我不是跟你讲过,孙小姐这人很深心吗? 你们这一次照我第三者看起来,她煞费苦心。 红剑一时底,一个朦胧睡熟的思想,想给心没这句话惊醒。 不对,不对,我喝醉了,信口胡说,红剑,你不许告诉你太太,我真糊涂,忘了现在的你, 不比从前的你了。 以后老朋友说话也得分个界限,说时把手里的刀在聚桌吞虚的空气里画一画。 红剑道,给你说的结婚那么可怕,真是众叛亲离了。 心没笑道,不是众叛亲离,是你们自己厘清判重。 这些话不再谈了,我问你,你暑假以后有什么计划? 红剑告诉他,准备找事。 心没说,国际局势很糟,欧洲免不了一打,日本是轴心国,早晚要迁进去的。 上海、天津、香港全部稳,所以他把母亲接到重庆去。 不过,你这一次怕要在上海待些时候了,你愿意不愿意到我从前那个报馆去做几个月的事? 有个资料室主任要到内地去,我介绍你顶他的缺。 筹报虽然不好,你可以接个差。 红剑真心感谢。 心没问他身边钱够不够,红剑说结婚总要花点钱,不知道够不够。 心没说,他肯借,红剑道,借了要还的,心没道,后天我交一笔款子给你,算是我送的贺仪,你非受不可。 红剑正热烈抗议,心没急着他道,我劝你别退啊,假使我也结了婚,那时候要借钱给朋友都没有自由了。 红剑感动的眼睛一阵潮润,心里避移自己。 想要感谢心没的地方不知多少,倒是为了这几个钱,下眼泪,直到心没不愿意受谢,便说,听你言外之意,你也要结婚了,别瞒我。 心没不理会,叫西仔把她的西装上衣取来,掏出皮夹,开矿式的发觉了半天,郑重剪出一张小相片,上面一个两目炯炯的女孩子,表情非常严肃。 红剑看了嚷道,太好了,太好了,是什么人? 心没取过相片,端详着笑道,你别称赞得太热心,我听了要吃醋的,咱们从前有过误会,看朋友情人的照相,客气就够了,用不到热心啊。 红剑道,岂有此理,他是什么人? 心没道,他父亲是先父的一位四川朋友,这次我去,最初就住在他家里。 红剑道,照你这样,上代是朋友,下代结成亲卷,交情一辈子没有完的时候,好,咱们将来的儿女孙小姐的病症冒上心来,自觉说错了话。 哦,我看他年轻得很,是不是在念书? 心没道,好好的文科无电,要学时髦去念什么电机工程,念得叫古连天,放了暑假,报告单来了,倒有两门功课不及格,不能升班。 这孩子又要面子,不肯转系转学,这么一来,我念书了,愿意跟我结婚了,真是个傻孩子,我倒要谢谢那两位给他不及格的先生。 我不会再教书了,你假如教书对女学生的分数批得紧一点,这可以促成无数好事,造福无量。 红剑笑说,怪不得他要接老太太进去。 心没又把相片看一看,放进皮夹,看手表嚷道,不得了,过了事后,孙小姐要生气了,手忙脚乱算了账,一笔说,快走,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当面点焦。 他们进饭碗,薄雾未婚,还是试探性的夜色,出来的时候早已妥妥贴贴的使夜了。 可是,这是压热带好天气的夏夜,夜的坦白浅显,没有深沉不可测的城府,就仿佛让导演莎士比亚,种夏夜之梦的人有一个背景的榜样。 心没看看天道,好天气,不知道重庆今天晚上有没有空袭,母亲要吓得不敢去了,我回去开无线店,听听消息。 红卷吃得很饱,不会讲广东话,怕跟洋车夫纠缠,一个人慢慢地渡回旅馆。 心没这一夕谈引起他许多思绪,一个人应该得意,得意的人谈话都有精彩,譬如心没。 自己这一年来,牢骚满腹,一处即发,因为一向不爱听人家发牢骚,料想人家也未必爱听自己的牢骚,留心管制。 像狗带了嘴罩,谈话都不痛快。 照心没讲,这战事只会扩大脱长,又心添了加累。 假使柔家的病真给心没猜着了? 红剑愧怕得变身危害,念头想到别处。 心没很喜欢那个女孩子,这一望而知的,但是好像并非热烈的爱,否则她讲她的语气不会那样幽默,她对她也许不过像自己对柔家。 可见,结婚无需太伟大的爱情,彼此不讨厌,已经够结婚资本了,是不是都因为男女年龄的距离相距太远? 但是去年对唐小福呢? 可能就为了唐小福,情感都消耗完了,不会再摆布自己了。 那种情感追想起来也可怕,把人搅乱的做事,吃饭,睡觉都没有心思,一刻都不饶人,简直就是神经病,真要不得。 不过,生这种病有她的快乐,有时宁可再生一次病。 红剑,叹口气,想一年来心境老了许多,要心灵壮健的人才会生这种病,譬如大胖子才会脑充血和中风,贫血营养不足的瘦子是不配的。 假如再大十几岁,到了回光返照的年龄,也许又会爱得如傻如狂了。 老头的恋爱,听说像老房子着了火,烧起来没有救的。 像现在平平淡淡,情感在心上不成为负担,这也是顶好的,至少是顶舒服的,快快行了结婚手续完事。 心梅说,柔家煞费苦心,也承他瞧得起这自己,应当更联系他。 洪剑才理会,撇下他孤单单一个人太长久了,赶快跑回旅馆,经过水果店买了些鲜蜜汁和龙眼。 洪剑推开房门,里面电灯灭了,只有走廊里的灯射进来一条光。 他带上门,听柔家不作声,以为他睡熟了,放轻脚步,想把水果搁在桌子上。 梅流神,到当时自己坐的一张椅子孤零零的离桌几尺并未,搬回原处。 一脚撞翻了椅子,撞成了脚背和膝盖,嘴里骂,混蛋,谁坐的椅子没搬好。 同时,想糟糕,把他吵醒了。 柔家自从洪剑去后,不舒服加上寂寞,一肚子的怨气。 等等他不来,这怨气放印子前似的本上生命,只等他回来了算账。 他听见洪剑开门,赌气不肯先开口。 洪剑撞翻椅子,他显得笑出声,但一笑,这气就泄了,幸亏忍住并不难。 他刹那间,还打不定主意,一个是说自己眼巴巴等他到这时候,另一个是说自己好容易睡着,又给他闹醒,两者之中哪一个更理智气壮呢? 洪剑翻了椅子,不见动静,胆小起来,想柔家不要昏过去了。 盲开电灯,柔家在飞暗里睡了一个多钟点,皱见灯光,张不开眼,抬一抬眼皮又闭上了,侧身背着灯,呼口长气。 洪剑放了心,才发现丝衬衫给汗湿透了,一臂脱外衣。 关起着说,对不住,把你闹醒了,睡得好不好,身体觉得怎么样啊? 我朦胧要睡,就给你乒乒乓乓,吓醒了,这椅子是你自己坐的,还要骂人? 他这几句话是面着臂说的。 洪剑正在挂衣服,没听清楚,回头问,什么? 他翻身向外道,哎,我累得很,要我提高的嗓子跟你讲话,实在没那股劲儿,你省省我的气力吧。 可是事实上,他把声音提高了一个音件,这张椅子是你搬在那儿的,心门一来,就像阎王派来的勾魂使者,你什么都不管了,这时候自己冒失,倒怪人呢。 洪剑听语气不对,抱歉道,是我不好,我腿上的皮都擦破了。 这苦肉剑并未产生效力,我出去好半天了,你真的没有睡熟,吃过东西没有,这鲜荔枝,你也知道出去了好半天嘛,反正好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,整夜不回来也游得你,我一个人死在旅馆里,都没人来理会。 他说时,嗓子哽咽起来,又回脸向你睡了。 感谢谢观看